歡迎收看今天的華視五金新聞 我是林芮 頭條我們要先來看 怎麼會有這樣的狀況 大家一度以為說 難道路上是被人家放了一顆炸彈嗎 這樣的嚇人意外發生 在台中的北屯區街頭 昨天深夜突然發出了爆炸巨響 嚇壞不少附近的民眾 警方確實貨爆之後到場 在這個人行道上 發現到你看他們手上拿著的這個 一開始不曉得這是什麼東西 有人懷疑是行動電源 有人懷疑會不會就是炸彈 所以也立刻拉起封鎖線 由監視小組來採證調查 經過砍驗 好在這並不是炸彈 因為它並沒有隱性雷管或是開關 或者是金屬玻璃碎片這樣的東西 那為什麼會爆炸呢 現在初步認為可能是爆竹 還有待釐清 熱炒店外頭突然冒出火光 與爆炸巨響 不少民眾嚇了一跳 通知119過來調查 18號深夜10點多 台中市北屯區柳陽東街 一處人行道 地上有不明物體發生爆炸 現場還有明顯的黑色燒焦痕跡 警方拉起封鎖線調查財政 不明物體爆炸時 還好沒有人員受傷 民眾一開始還以為 是不是發生氣爆 還是變電箱爆炸了 民眾目擊案發後 這輛白色轎車加速駛離現場 認為相當可疑 警方初步勘驗這個不明物體 市場在塑膠罐裡面引爆 現場沒有發現隱性 雷管或開關 四周也沒有飛散的金屬或玻璃碎片 依火藥殘留的機證來看 初步認為可能只是爆竹 但在人來人往的商圈 有住宅 店家 隨意點燃危險的物品 影響公共安全 警方已經根據監視器 掌握兩名特定對象 朝社會秩序維護法的方向 進行偵辦 華視新聞 林間鋒招映光 張志軍 台中報導